早晨 各位 今天是2月15日 星期五的早上 加以美股方面 主要的指數下跌 留意美國和墨西哥之間邊境長撥款 很可能釀成特朗普會頒布緊急狀態令 同時又可能惹來了國內不少團體的法律挑戰 所以這個亂局有待收拾 另外美國公佈了兩個比較差的經濟數據 包括新生領執業鬥製金的數字意外地上升 同時銷售零售方面的數據 創了09年9月以來最大的跌幅 反映市場確實比較平弱 恆生指數今天售率要低開近200點之後 再跌幅擴大 維持看法 上方空間縮角度不大 留意十天線 如有失守的話 很可能兩個月的反彈浪都會終結